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現在中共已經開始出手了 配合在台灣的一些協力者 散播說 我把海峽導報的決策委員兼社長助理打錯 打成是社長 所以這一些的言論我們通話都是假的 首先要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但這是我故意這麼做的 我先來說一下原因 你們就會理解我這麼做是有原因的 我故意在紀錄片 把海峽導報決策委員打成海峽導報的社長 目的在哪裡呢 目的在讓海峽導報的社長逼這個決策委員出來 發文或是拍片自證 其實我是決策委員 我不是社長 對吧 那這樣是不是就證實了 自通電話是真的 所以這是我下的套 沒想到你們身為這個 你們對台灣統徵這麼多年 這麼輕而易顯的套路 你們會陷下去我社的這個陷阱裡面 那現在不就證實了 都是都是真實的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在台的協力者 在開始說什麼呢 我支持你林姐這個叫做有依說依的 這個YouTube頻道 叫得很熟嘛 所以我相信大家心照不宣的 我根本就不用等我第二集證據出來 哪一些是可疑人物 大家自己可以去抓 對吧 那這個海峽導報的細節 我一般各位畫重點了 你們就自己去拆拜 我也不想多說什麼 我是覺得多一點人自爆 多一點人爆 這樣我第二集的紀錄片才會越精彩 還有啊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友軍啊 還在還在裡面 那是預計這個過年前啊 那時間我不想講太清楚 過年前想要回台灣 但是他看到這個中共啊 還有這個小粉紅 現在在對在牆內的台灣人進行獵巫 你們不要以為台灣這個叫獵巫啊 你去看中國現在牆內獵台灣人 台灣網紅力也是比台灣才千百倍以上 那我們確實有 有一些友軍在裡面啊 那他們現在就擔憂說 那這樣我到底要不要回來 我如果回來的話 台灣人民會原諒我嗎 所以我在這邊想問台灣人民 如果這些人帶證據回來的話 你們會原諒他嗎 好今天就是一個很短很短的這個 錄影的影片啊 因為我最近很多我們台灣的媒體啊 電視台啊 包含外國媒體啊 都在找我 然後邀約太滿了 當然啦 出門都有這個黑衣保鏢 在前後不讓人家知道他是誰 對 所以安全上的顧慮是 也有跟這個 我們國家的單位做接洽 我們開始玩個閩南狼人殺 好嗎 我們來玩一個大型的狼人殺 猜猜大狼與小狼是誰 還有一個大狼 閩南狼如果比起來他算小狼 好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點贊 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捧手 我是帽子 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